移民与关卡局去年破获的入境卡车走私案 同比锐减了20% 面对高流量出入境卡车 当局在关卡设立的伪进艇化验室发挥了功效 使到卡车的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了一个小时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掀开卡车帆布 关卡化验室人员随即展开辐射 危险化水物和爆炸物检查 卡车前座也不放过 检查卡车的难度越来越高 卡车所运载的货物可以从10到30种 卡车的车型也越来越大 车型可以长达60车 这相同于普通汽车4到5两的长度 化验室人员也会抽取样本检查 要是呈阳性反应 就送往同座大楼内的化验室全任 移民关卡局说 一旦证实入境或贫寒危险物质 不是连货带车驱逐出境 就是转交相关执法单位跟进 之前我们需要把样本送到其他的政府部门化验 自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报告一到三个小时就能出炉 就能缩短卡车通关的时间 武栏关卡是在2013年设立化学化验室 大市关卡则早在2009年就设有类似设施 移民关卡局去年破获的走私案 共有990起 比起前年少了300多起 减幅约两成 从2009年到2013年 建筑材料比如花钢盐和预制忽泥土墙 辐射超标 而去年在肥料货车中 可用来制造爆炸物的硝酸盐超标三倍 过去两年出入近我国的卡车 每年超过180万辆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翔跑道